你得理不了人 骂的他 连一步都没有退的空间 其实你病痛很多 就是因为你杀心很重 你没有去改你的心 所以你的病还是这么多 当然今天早上也拜要是佛 很好 问题是你在拜当中 你忏悔当中 你真的有看到你自己 多病跟短命的果报 从哪里来吗 所以佛说 无畏不失得到健康长寿 所谓无畏不失 第一个 你可以出钱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师父也放生 但我跟你们放生不一样 我放生的时候 不像现在很多佛教团体 都是初一十五 老板明天订三百只鸟 赶快抓 这叫杀身 在台湾前几年 在MRT写了一个很大的 佛教的放生 就是间接的杀身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师父看到了 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真的流眼泪了 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很多佛友很固执 你就说我今天就是要放生 佛经讲的嘛 放生的健康长寿 没有错 可是你没有去到 佛到底讲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现在这个时代 适合放马 第二个 佛教徒常常被人家批评 要用勇气一点 换我深呼吸好了 我们呢 都放动物 可是我们都不救人 人跟动物 两个哪一个宿舍 当然两个都要救 可是两个里面 要二选一的时候 你要先救人 人有善根 人可以学佛法 人可以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反而呢 花了很多时间 都在讨论流浪狗 流浪猫 可是呢 孤儿宴 养老院 育幼院 家庭暴力 性侵犯 老人家 你都不管啊 各位 智慧不太高 我得这样讲 所以放生是佛说的 绝对没错 可是啊 环境不一样 比方说新加坡 老实讲 新加坡 对不对 这么好的环境 是政府用心经营出来的 这边呢 很难放生 你放海边的话 海边的众生也会死掉 你知道吗 你仔细观察 现在的鸟都啊 是都市中的花朵 叫city flower 你现在鸟 它都关在农里 孔雀或鹦鹉 它习惯被人养 你放出去啊 它是死掉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 一抓一放 死掉了多少的众生 你知道吗 我得公开这样讲 纵使可能将来 有些法师听到了不高兴 有些听了连友 不高兴 没关系 我是依佛多的 叫法而说的 我没有说放生不好 举个例子 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树林 有很多的大海 值得放生 台湾 有些地方 台北市也不可适合放生 你放到水里面 对不对 我在马来西亚 就亲自看到过 初一十五哦 连友啊 浩浩荡荡荡放生啊 放了很多 上游在放 下游 马来人在抓 抓完以后旁边 就是烤鱼啊 我亲自看到 师父告诉你 我都不忍心拍照片 给你们看 我看到的时候 很难过 我觉得佛教徒 很想做功德 为什么不把这个钱 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呢 请看下面 第二 四式供养 饮食 衣服 卧具 跟汤药 这是佛陀亲自说的 供养 在家出家 饮食 比如这个人 没有饭吃 给他一饭吃 第二个人 这个人 很可怜 没有衣服穿 新加坡我想 大家都很有福报 社会福利制度 也很好 你真的无法想象 到印度 尼泊尔 还有 South Africa 他一生 只有一件 破旧的裤子而已 他连上衣都没有 当然我们就要用衣服帮助他 待会你看到 我在尼泊尔就有一枕 而且我们发放台湾 Second Hand的衣服 对不对 三十箱 我到尼泊尔里面 通通发衣服给他 为什么 华人很喜欢买衣服 对不对 年底有大雪拼到了 各位 你钱准备好了吗 对不对 华人都是这样 华人喜欢爱美美 华人非常爱面子 这件衣服 穿两年了 太不流行了 对不对 去一个shopping mall回来 一买就买了很多件 所以我们台湾 有一个机构 专门叫 South Second Hand的 所有的衣服 冬天夏天 全部收来 然后全部消毒 消毒完了以后 捐给其他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卧具是什么 床铺 现在呢 睡觉 对不对 想地震灾难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冷 给他毯子 让他睡 还有睡觉的这个地方 第四个 医药 请画起来 这是我自己这一生发愿很想做的 为什么 因为呢 每一个人都觉得健康长寿很重要 但是你要有智慧去布施 这里的医药包含什么呢 我公开说 新加坡有叫中央医院 对不对 还有其他医院吧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佛教跟非佛教的所有医院 你都可以捐 你知道吗 师父现在跟你讲话 全世界啊 有多少的家父医院王 都在急救病人啊 有很多呢 病床不够 救护车不够 医药不够 为什么你不救呢 我上网查过 我心量很大 师父要公开赞叹 基督教天主教的 这个世界展望会 你知道吗 他一年就八百万的 全世界的孤儿跟流浪的孩子啊 我们佛教徒不是要跟他比 而是我们自己要检讨惭愧 我们都在斤斤计较 今天我放几只鱼 我放几只虾 我放几只鸟 人家是就全世界一年了 八百万的儿童啊 孤儿院救助他 生病了给他医药 没有学校的呢 给他钱去读书 这个才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医药很重要 好 待会我会讲一个故事 为什么师父会做这短片 然后所以 我待会做一个一整短片 是供养医疗服务 我不敢说我很好 我知道在新加坡 有很多很多的佛教团体 都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乃至于我下一场要做的 慈光福利协会 他们也做了非常的多 每一个道场都在做 我都很赞叹 但是希望大家要有智慧 不要固执的坚持 我一定要放鱼 虾 还有鸟 事实上 你不是真正在放生 你只是很固执的 我想做 我要的功德而已 那我只是要做抛砖引玉 好 我先讲故事 待会 多年前 我第一次去印度 很高兴 我因为朋友的姻缘 我要回来了 那时候我去见我一个西藏的老师 他年龄很大 他教我佛法 他在印度西里姑里 中印度 那一天呢 我们好几位朋友去 那因为我已经要回来了 老师说我一路上布施 做供养 吃住呢 我钱都已经快花光了 结果那一天 我们去见老师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的 结果我们到了寺庙 有一个西藏的拉玛 他的英文非常好 他就招待我们 Most welcome 然后呢 他就请我们先吃饭 那时候我用英文 简单的问问他 How are you? 拉玛拉 你好吗 他说 Well Actually I'm not very good 我说What's happened? 我就用简单英文 跟他谈 他说原来啊 我得到了圣洁石 圣洁石很痛的 对不对 那当然了 我去印度朝圣 我也经历过很多 第一个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真跟假 因为有人也会骗我的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骗佛教的慈悲嘛 恻隐之心 那我也没有讲话 我就问他 然后他说 他得了圣洁石 我跟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开一刀呢 他住在中印度 他的家乡在南印度 他说啊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 那我要去开刀要钱 而且他离我的家乡 很比较近 南部的这个医院比较好 我就问他 你大概要多少钱 他说算一算呢 大概是 我先讲台币 要八千块 也就是四百新币 这样你大概了解 四百新币 那我就想 哦 这样子 那因为时间要吃 吃饭时间到了 我就先去 我说OK OK I talk to you later 我待会再跟你谈 然后我们就吃饭 吃完饭以后 他也是召开很多人 他很有平等心 师父觉得这是很好的 后来我就问我 随行的一个 带我的拉玛 请问他生病 是真的还假的 你去帮我管家 寺庙的住持方丈 当家室去问一问 他说 师父 他是真的 那我说 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他答案没有钱 那我说寺庙呢 我说寺庙我们本身 生存都很辛苦了 哪有钱呢 啊 我听到就很难过 那时候师父身上 我还有一点点钱 老实讲 我本来是要买佛像的 汤卡 后来我想 哎呀 世界这么大 我竟然会听到他 一定有缘吧 对不对 他呢 一百啊 没有缺钱嘛 他还是圣结石 圣结石是很痛的 他还能撑半年 那时候我旁边 还有两个朋友 我就请你想 那这样吧 我们就凑 我算一算 大概三百美金就可以了 三百美金是 新加坡币多少 我也不知道 帮师父算一算 三百块 因为我想说 他去开刀 开刀还要静养 然后呢 还买一些健康食品 那应该够的 所以呢 我心里想 我要做这个功德 帮助他 后来我心里想 假如我的朋友不愿意 我就先跟他借钱 回到台湾 我再给他钱 结果我就跟我两个联友 朋友好谈 信徒 他在家居室 他说师父你很慈悲 好啊 我们就帮他 那佛像以后再买吗 对不对 还有机会吗 其实我本来是要买佛像 我就把钱凑足了 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 我就跟Lamala说 谢谢Lamala Thank you for your greeting and a very delicious dinner 然后呢 我就感谢他 我就跟他说 我们供养你三百美金 你去看医生 然后开刀 希望你健康 当场他哭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我们就初次见面 师父真的讲真话 然后他就抱着我 就哭了 我说你不要哭 不要哭 我们是释迦摩尼佛的好弟子吗 后来呢 的确了 我就说祝福他 当然他很真诚 师父没有打妄语 这是佛不在这里 我真的是这样做 后来我留email跟电话给他 我们离开了以后 一个星期 他就跟常住请假 坐着公车跟火车到南印度 然后去开刀 一个月以后呢 他email给我 他开刀好了 结果他email给我那一天 我晚上我自己看email 看到的时候 放我放声大哭啊 我想大悲观音菩萨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三百块的美金啊 真心的 我救了一个人 那时候我就观察到 不要介意 师父跟南传 北传战传都有缘 但是我跟西藏佛教 也很有缘 所以我就观察到 像拉玛拉 他们呢 饮食没有问题 衣服也OK 床也OK 可是西藏 并没有很好 好像我们的医疗制度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愿 我应该去护持三宝 然后呢 好 我继续说 在台湾 我自己每个月要交新币35块 也就是台币呢 六百五十多块 中华民国的叫 medical insurance 医药基金 我交了 没有生病的当好 就对医药费 供养中华民国 他可以救很多人 假如不幸 我有感冒或伤风 希望我很健康 没有 可是前几年 师父有一次 不小心生病了 我没有说 我没讲细节 我住医院了 开刀 开刀的时候呢 师父也遇到一个 很好的医生 他不是佛教徒 他很照顾我 所有的开刀 医生签字 我全部免费 那我知道在新加坡 对你们而言 你们也有医疗基金 新加坡也有很多 很好的福利 佛教慈善团体 所以对你们来讲 并没有不太困难 新加坡人也对三宝很护持 可是问题是 在其他国家呢 印度 尼泊尔 在其他非洲呢 落后的国家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 很好的医疗服务 因此我就发愿 好 请关灯 我放短片给你看 这是做医疗布施 请动作快一点好吗 关灯 只要留中间的灯就好 不用太暗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中间的请打开 师兄请做个记号 不然呢 大家说 中正中间打开啊 好 没关系 慢慢来 师父没有要催你 不过大家时间很宝贵 好 谢谢 不要动 请please make a mark 好 请看 所以我做了三桩 你在电影会看到三个 第一 对印度尼泊尔的异诊 所有的拉玛异诊 我们捐衣服 捐医药 还有捐袜子 短片讲完了以后 我还有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 为感动我 感恩我的老师 在西藏四川 贡格山 三千五百多公尺 全部的寺庙 我们做议诊 第三 响应我们的上师 尊贵大宝法王 白教所有的拉玛 现在是吃素的 可是吃素 它并不像新加坡 跟台湾这么有福报 营养很均衡 所以他们公开呼吁 我们捐什么呢 维他命 我从美国买扇醇 以及台湾的维他命 供养它们 请看 轮回是很苦的 我们都希望要健康长寿 师父做这个一整短片 只是希望做高专一句 佛说不失经桌 以医药不失 得到健康长寿 我们怎么样得到 长寿无病身体健康呢 我在2004年到2010年 将近六七年 做了一些议诊 第一个对尼泊尔寺庙议诊 第二感谢我的老师 在四川做议诊 第一个对寺庙 我刚才说过 拉玛们 他们很缺乏医疗制度 生病的时候也没有钱 也不知道去哪里帮忙 所以那天我们很高兴 为所有的拉玛医疹 左右灵舍的邻居也来了 第一步要测量血压 我有正式的医护人员 第二个要帮他验尿 我叫他们呢 茶杯的尿不要喝下去 第三个要问他的生病的历史 我们用英文 藏文跟中文三个翻译 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有病例表 帮他做议诊 第四正式看医生 然后有尼泊尔的翻译 这位拉玛是80多岁 第五个我们还要发药 告诉他怎么用 而不要吃错药 要写英文跟这个藏文 因为药用错了是会有危险的 药我们就从台湾代 也到尼泊尔玛 搞了半个小时 第一位80几岁的拉玛 终于通过了 我们还送他卫生衣裤 英文叫long john 我们供养他冬天的外套 他们非常的冷 他们会生病 因为没有帽子 没有很好的袜子 他们的食物也很大 很简单 所以我走到哪里 我都供养他们 所以愿我们一点善心 也流入你的大悲心中 尼泊尔议诊 议诊呢很多人来 我们也带了旧的衣服 那因为太多人了 待会你会看到像栏杆一样 所以我们只好排队 叫他一个一个进来 拿了以后要盖章 有些呢还会进来 骗第二件衣服的 我说你刚才拿过了 所以这个图片看起来很恐怖 好像监狱一样 不是 是一个一个让他进来 我们也在旁边的学校 然后发文具 小朋友看到一支铅笔 一个相机 他都充满了感恩的心 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 第三个到我的老师 明舅仁波切的村庄 我们在国塔集合 然后在座新加坡有几位联友 曾经跟我们一起坐过 然后呢我们开车去 我们问他 然后到他的村庄去议诊 所以当地呢早上八点多 村庄的拉玛跟人民呢 都很高兴的 一百多人都已经在排队等我们了 我们有医护人员 有尼泊尔跟英文的翻译 然后我们从早一直做 做做做做到天黑 我的学生都是自己出钱的 看帮八十多岁的阿尼 两血压 他甚至有皮肤病 已经烂了很多年了 然后一直做到夕阳西下 所以这些拉玛跟村庄的人 都很感谢我们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联络 当然我们也做过调查 第四个是 托尼仁波切的佛学院 那天障碍很多 因为啊 他跟我讲 寺庙在哪里 就在山的对面 那就这样一指 我们就用推呀推呀 载了所有的药 所有人 结果好不容易到了 答案是呢 走错庙了 虽然错了 我们还是开心的拍张照 结果呢 后来我又再打电话 给我的老师 老师就说你回来吧 对不对 半个小时以后 我派另外一个拉玛给你 所以我们从中午 十一点多出发 一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到 菩萨道中要做善事 也是会有考验 这时候所有的拉玛都出动了 全部寺庙 一百多位的 先排队 量血压 量这个体温 还有量血压 测量脉搏 他们拉玛很开心 因为从来一辈子 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 然后有些人生病 有皮肤病 有胃肠痛 这次小拉玛跌倒 帮他清理伤口 然后呢 附近的居民也来了 后来我学生问我说 师父他们来要看吗 我说要够吗 他说够 够那他看啊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 这个拉玛的英文非常好 他在帮他告诉他 怎么样做用药 一直坐到晚上 九点钟 没有车 我们是走着下山的 另外 台湾华语基金会 也成立了一个龙树药局 在当地有药局 然后呢 也有诊所 如果是很紧急的话 我们会出钱 让他到医院去开刀 所以你要做个案调查 最后一个 请看 师父很感动 叫Loppa Organization 有藏传一个仁波切 所见的 他把路上的丢掉的孤儿 捡回来 教育他 你看这就是我们台湾间的 衣服 你看嘛 旁边就说 加油吧 往前走 对不对 我们带了二三十箱的衣服 去供养他们 终于到了 这个想育幼院 孤儿又一样 里面住的全部都是孤儿 为什么呢 他的爸爸妈妈 把他丢弃的 仁波切把他捡回来 养他 教育他 我给他们糖果 然后这就是 Loppa Organization的负责人 左边是他的第一次 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 小的时候就是孤儿 从这里长大的 妇女在那边没有工作 家庭暴力呢 他把他捡回来 辅导他们做什么 手工艺品 所以会做带子 念珠 包金带 所以我就鼓励 所有的联友 一人买一样吧 这是我那时候在选购中 我不知道 这张是我学生拍的 就说每一人 跟他买一样东西 给他一点鼓励 虽然贵一点 晚上他们做晚自习 我们去看他 这都是孤儿的 寝室 他们也学电脑 电脑是其他国家 旧的送来的 最后我做了一笔 很大的美金的供养 东南亚 包含新加坡的联友 供养我 有一个年轻人 他很感动 他会讲英文 他唱其他的歌 感谢我们 各位联友 这些人 为什么去不去帮帮他呢 第二个 好 上我的上师 他们的寺庙 公高仁波切的寺庙 老拉玛 我们每一个人都送他 一件外套 内衣 还有卫生衣 卫生裤 我一个一个供养他们 这个拉玛呢 骑摩托车的时候 不小心 也倒了 这个拉玛 曾经有轻度的脑震荡 他在说他的病情 然后呢 我们问他吃的药是什么 他们常常喜欢吃脏巴 所以西藏人的胃也不太好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这样去照顾他 大家很开心 他们也有肌肉痠痛 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啊 全部的佛学院 合体 全体合照 第三个 尊贵的大宝宝王呼吁西藏的拉玛 也应该吃素 所以台湾的莲友 你看自己出机票 到那边参加 普闲行愿大法会 煮饭 脱波 洗碗盘 这都是台湾的莲友做的 接下来 宝王很慈悲 让大家共生 就共可以巧克力 共脱波 让居士种福田 全部的生种 三十五千人 我们都供养他 到最后 这是我的会长 我们供养他维他命 这是德格式的总管 告诉他 拉玛一天吃一颗 起码一个人给他三十颗 或六十颗 以后我们再陆续供养 结束了 师父很欢喜地供养衣服 第二 医生用心地看病 护士耐心地凉血压 药师说明如何的用药 在学校花放文具 我们是法喜充满 吉祥圆满 对不对 我们不敢说 我们做的很多 但是我们至少 我们有一个很努力的开始 希望抛砖引玉 我们讲 我们修大悲观音法 我们祈求观音菩萨 我们求的很多 我们讲药师十二大愿 广度众生 请问人间有多少苦难的众生 等着你去光滑 也等着你伸出你的双手呢 是不是呢 谢谢 对不起 我在放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感动 我想要说的是 听好 新加坡有很多团体在做 师父没有否定 我也赞叹随喜 我只是想真心跟您说 其实 救人比放动物功德还更大的 请开灯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是真诚希望 所有的佛教徒 学习佛法 放生 是佛陀说的 护生 救度众生 才是我们将来要努力的 在这过的当中 师父有一些愿心 当然我讲 我发愿我不一定做得到 但起码我跟你们分享 举一个例子 我们去帮助他 我们就会发现 朗玛会生病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刚开始 我们带药去 台湾的药是非常好 新加坡的药也很好 但是因为 每一个国家都有药物的管理 所以我们不能带太多 同样的 我们发现有一种药 是我们怎么带 都没有当地的好 叫胃肠药 因为拉玛们 他们吃的食物 饮食都不会很健康 尤其他们喜欢吃脏吧 所以他们常常 很容易拉肚子 拉肚子的结果呢 后来我们就到 尼泊尔去买 当地的胃肠药 我们先到了以后 师父分组 有两三个医护人员 分两三组 然后去当地买他的药 便宜的大量把它买 买来以后呢 再来做抑诊 所以其实你也有 当地结合 第二 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 其实老实说 医生跟护士都很辛苦 他们都是自己请假 是我的学生 跟我去朝圣的 钱也是他们自己出 我希望我将来 有福报的时候 建立很好的医疗 医疹制度 然后有些医生护士 假如经费上有困难 我们可以赞助他一半 因为医生护士 是很难请假的 第三个 我们发现 我们虽然发了衣服 帽子 袜子 这是暂时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教育寺庙的人 他也有很好的 比较聪明一点的 或是呢 拉玛们懂英文的呢 要教育他 做基本的 所谓医疗保养 比方说 小拉玛们 打球的时候 突然流血了 那你不能等我们 半年以后再去吧 对不对 有些紧急的东西 他应该懂得包抓 包扎 还有第四 下一个 我想做的就是呢 我发现印度人 尼泊人 很多人呢 第三 比较落后的国家 你不要介意 师父直说 就是为什么 他们都没有什么 很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呢 吃完饭呢 在家里呢 还都争产报国 生很多娃娃 所以生了十个以后呢 有七个都是丢在 门口跟寺庙的 这会产生很多的 社会问题 所以我希望 我将来若有福报的话 应该要找当地的翻译 然后为他们呢 在家居士 村庄的人讲医疗保健 家庭教育 这个很重要 没什么丢脸的 你要告诉他 生娃娃 自己要身心健康 不要呢 一直生 一直生 生了又不能养 然后你就丢弃他 对不对 这会产生社会问题 那至于拉玛跟拉玛们之间 因为他们都很单纯 也很简朴 所以他们也没有正确的保养观念 比方说 他们剃头的时候 十几个拉玛是用一个剃头刀的 要B型肝炎的话会传染的 用牙刷呢 是用了快三年跟五年都还在刷 他们也没有洗牙的概念 对不对 还有他们也有白内障 眼睛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买太阳眼镜 那假如这个人真的很紧急需要开刀 那我们会专案处理拨款 送他到当地的医院去治疗 不要给他钱 钱我们付给医院跟负责的人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 长期有计划性的医者 第二固定的医疗与卫生讲座 你这样才叫做帮助他 对不对 希望表达我们的慈悲当中 也要有智慧 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结合当地的医护人员 与医药资源 台湾跟新加坡都有很好的医疗制度 也有很好的医药 可是在印度跟尼泊尔 他们也有感冒药 但是呢 那个我们讲 percentage 百分比都很差 所以有吃跟没有吃都差不多的 所以呢 除了钱是一个问题之外 我觉得要有很好的医疗制度 最后就是呢 全世界都有很多多元宗教 还有民间慈善团体 多元化的这个医疗资源应该结合 这样子你若能做的话 我告诉你 你生生世世都会健康长寿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不太确定 我听说眼陪老和尚 当时在新加坡 也想要建佛教医院 我不知道后来 音缘有没有成熟 要做一张善事 其实是有很多困难 钱当然很重要 最重要好的医护人员 你看看慈悸功德会 为什么会影响 全世界这么大 因为慈悸培养出来的医生 跟护士 都非常的慈悲 而且很正派 了解吗 他讲成正信实 慈悲喜舍 我们佛教徒 也要随喜功德 全世界除了慈悸功德会 还有两个基督教天主教的 非常好了不起的 第一个 红十字会 第二个叫做 salvation 就是基督教的旧事会 他全世界做好几百年 对不对 至少经过五百年以上 甚至七八百年的历史 他在全球都救过很多很多的人 佛教徒 为什么我们不打开自己的心量 跟别人学习呢 了解吗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放生绝对是佛说的 护身也是应该我牧力的 但是希望大家更应该要有救度众生的智慧 这样子的话 你一滴的功德呢 都会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的 心量大一点 就算不是佛教徒的医院 基督教 天主教 医院也都可以捐啊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马来人 跟印度尼西亚的人 都喜欢挤到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的医疗制度好啊 对不对 听说你们的中央医院里面 就很多马来人的医护人员啊 对不对 没有错 新加坡药比较贵 什么东西都比较贵 可是呢 他可以真正的呢 去救众生嘛 所以我们应该随喜赞叹 所以医药不施 是不分宗教的 任何的医院 你都可以去捐款的 你中了这个心 将来你都会得到健康长寿的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师父是很真心的 我只是想做一个包装引玉的建议 好 请看 下面 丙酒 106页 第20行 丙酒 悲怨无尽 度人间道 请看幻灯片 丁一 洒干露 救众生苦 丁二 惊讶什么样的人 有这样的微神力 这是讲大悲观音菩萨的微神力 第三 菩萨的神力 无量无边 所以在人道里面 请看 人道的众生 我刚才说过 观音菩萨在人道度众生 为什么 因为人可以听闻佛法 人可以学习佛法身三宝 人可以行菩萨道 人可以精进修行成为圣者 所以请看五台山 书像式的圣观自在菩萨 这尊非常的庄严 是木雕的 是我上次讲 五台山最庄严的文书实力菩萨 书像式 背后呢 就是圣观自在菩萨 你看 大殿背后 非常的庄严 我们中国人 对这些三宝都非常护持 可是呢 我觉得大殿 也不要太金碧辉煌 庄严就好了 把那些钱 可以做更多教育 文化 慈善世界的事情 这才是诸佛如来 大悲心 真正想做的 你看 圣观自在菩萨 非常的庄严 他是木雕的 头顶是阿弥陀佛 这是他的侧面 慈眼是众生 接下来再给你看 这是我供养的 同流经 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已经讲到 Potify了 希望每一个联友 不要跟我变 新加坡我知道房子很小 起码呢 你一个书架 最上面 共观世音菩萨吧 我曾经去佛友 他们家看过 42寸的大殿 是这么大 观音菩萨这么小 放在床角 可见呢 从这个显现呢 电视比观世音菩萨重要 对不对 不要骗师父的啦 不要假假的啦 你供观世音菩萨 有福报啊 你不是说你没有福报吗 我们比如讲 若有人礼拜 大悲观世音菩萨 全身恭敬一拜 胜过62亿 横河沙菩萨 你就是没有福报 所以诸佛菩萨 大慈大悲 其实观世音菩萨 它是非常庄严的 它根本不要你供养它 你看 师父供的 同流经的 自在观音 你看到上面的十六石 十六石是全世界 最好的宝石 可以做女生的项链 还有耳环的 另外一个是 真正的日本 第一等级 A级的珍珠 师父买 共观世音菩萨 后面是写 般若心经啊 对不对 我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桩事情 上完厕所 洗完脸 喝个水 我也是先顶礼 大悲观世音菩萨 共香花灯果煮啊 没有多少钱嘛 对不对 你广修共养 你才会升起福报吧 对不对 接下来我刚才讲 学般若波罗蜜 很重要 所以在第九段 大悲观音菩萨 度人道 当我经文讲完的时候 我会补充 讲般若波罗蜜 空性的教法 是你没有听过的 虽然我在普济寺 文书十大院 也讲了一部分 我今天会这一次 今天没有时间 明天我还会讲一些 空性的教法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了解空 你才会永远 当然烦恼 所以这是香港大雨山 宝连禅室 以般若会上 而雕的 释迦摩尼佛 右边是第四天 左边是大范天王 所以很少的造像 是这样雕的 这是以般若会上 佛菩萨而雕的 好 那在这里 师父先补充一下 人间要是修六度 禅修跟空性很重要 这不在讲义里面 我要补充一下 我知道各位最近也很喜欢禅 这次讲座完 八号跟十五号 我也会带禅修 可是师父想真心的鼓励你 禅法有很多人都在弘扬 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有很多的禅法 这都是佛说的 可是以中国禅宗啊 我查过中国早期的修时 应该要有这五个阶段 请你抄起来 第一个要忏悔 修禅的人也要拜佛 要仰仗佛力 你不要动不动就跟我讲 佛也是了不可得的 你还没有那个境界 佛也了不可得的话 是出地欢喜地菩萨才说的 第二个要发愿 先跪着发四红试愿 你今天禅修的目的做什么 不是说懒懒的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喜欢禅修 有一种就喜欢这样 我就在修纸 很好啊 很舒服啊 什么都不做 对不对 茶来张口 饭来伸手啊 禅修的目的是要度众生 你要发四红试愿 第三个要诵经 在达摩祖师 我查过 早期的传宗 从达摩祖师传到中国 六祖慧能大师之前 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送 般若经跟金刚经 达摩传到中国的时候 其实是传的是 愣且经 印心 到二祖的时候 弘扬般若经 一直到五祖的时候 弘扬金刚经 金刚经从始 一花开午夜 全世界的华人 都喜欢送金刚经 很好 但是问题是 你没有忏悔 也要发四红试愿 然后诵经完了以后 你要静坐一下 你可以修小乘的禅观 跟大乘的禅观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禅观不是只有一种 举一个例子 属习观 呼吸 The mindfulness of a breathing 你不要小看呼吸 我查过资料 对不对 印度教跟佛教 全世界的呼吸 就有两三百种啊 不同的方法 结果是不一样的 印度教他们也禅修啊 印度教也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啊 但他们没有修 般若波罗蜜啊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说五界十善 很多印度教的人 也在修啊 所以你要知道佛法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那在中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禅法 有人弘扬 莫照禅 有人弘扬 参话头 有人是看念头 有些人参公案 都很好 不过师父要真心的建议你 还是按照佛 原来教的会比较好 有些人参话头 他参了 真的有力量 有人怎么参 就参不认 不只要力量 原因是你没有忏悔业障 狙击之良 诵经 发愿 你的福德因缘不够 光参话头 不是不好 有些人不得力 有些人可以 因为他多生多节 福德因缘就够啊 他一打坐就能入定啊 他一修白骨观 他就可以看到白骨啊 对不对 有些人就没有办法 所以 最后 你要回向 三种回向 就是普贤行愿品的 回向众生 回向菩提 回向法界 这五个 才是完整的禅法 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 任何的意思 你们常常脑筋都多一根筋 师父是不是在讲谁 没有 我讲佛法就是佛法 这是佛陀教我们的 朝期 可是一直到送元明以后 兵荒马乱 一直到虚老和尚 虚老和尚本身也 博通经论啊 他也读博尔经啊 可是现在的人呢 什么都不要 只要一个餐话筒 或者看着 你每天拖这个尸体 跑来跑去是谁 有些人得利 有些不得利 是你的条件不够具足 所以梦幻泡影 是很重要的 修空性的教法 在人间是很重要的 请看几张图片 明天我会讲教义 请看 这是海底世界 在香港的海洋世界 你看我们很美 小丑鱼好美 对不对 鱼也是畜生到啊 对不对 再美的东西都是假的 当你玻璃打破的时候 水流出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美了 再看 常常我苦口婆心 讲座讲 你要观一切都不是真的 这个很重要 请写下来 观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真的 你才真正有智慧 资格修禅修的空观 现在各位联友 你不要介意 波尔波罗蜜经很好 金刚经也很好 心经也很好 我在台湾 就是曾经用佛陀教际基金会 用了一整年讲 金刚经破功论 可是我现在有很多团体 请我讲经 我第一个都不会讲空性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基础 你连什么叫做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你都不知道 什么叫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什么你都搞不清楚 就开始要修空 不太容易 除非你素式的善根 当然假如你很喜欢空性的教法 我可以单独教你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 五六年在东南亚弘法 我很少讲空性的教法 将来我会讲 为什么 因为你连忏悔业障都没做 你连积聚福德资粮都不够 然后你嘴巴讲空 死的时候 什么都不空的 你都是 天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马票呢 跟钱都不空 你只是嘴巴的空啊 你讲的禅 是口头禅而已 你在你内心里 产生不了坚固的力量 接下来你看 假如你有机会去日本 银格寺 银格寺非常的美 受中国大乘佛法的影响 对不对 你看心境如止水的时候 所有的万象就像倒影一般呢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中国的话 美如美景 如梦如幻的话 对不对 现在大家也都很喜欢去中国 旅游 云南 长江 杭州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都很美 可是美的东西 不会永恒的啊 对不对 好 这是讲禁止的反射 明天再教 因为呢 时间不够 我明天还会讲空性的教法 所以结论呢 请你先抄起来 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是由你的心反射的 那你会说 师父你又来了 你讲一切都不是真的 那明明呢 我就是阿嬷嘛 我每天都在照顾孙啊 孙就这样活蹦乱跳 怎么会不是真的 答案孙会变的 佛法讲不是真的 听好 他不是否定外定 外境 而是他要斩断你 内心的执着跟占有 明天我会讲故事给你听 对不起 我又看到十点了 我的心脏又不太好了 我知道今天老菩萨 送了一整天 该回去睡觉了 我已经看到有人打瞌睡了 给师父一两分钟 讲一切不是真的 是告诉你 因为你期待他 永远不要变 这就是你很痛苦的地方 孙子呢 每天长大 长大 对不对 等到青春期 等到十九岁 二十岁呢 阿嬷说 孙啊 我煮了你最喜欢的稀饭给你吃 他就跟你讲 阿嬷不用了 我有女朋友男朋友 我出去了 OK Enjoy by yourself 心都碎了 为什么 你期待他不要变 就像妈妈 长上的这个小鸟一样 小鸟出生的时候 对不对 你掐太紧 它会死掉 放太松 它掉下来 也会摔死 可是小鸟有一天 会长翅膀 它一定会飞的 佛法叫你无常 是斩断你心中的执着 占有跟留恋 所以一切的万法不是真的 不过注意听 不要学到这句话 回去就跟你的老公跟老婆说 师父说的 你是假的 那明天他可能要拿着菜刀来见师父 不是这样 而是说 夫妻之间要珍惜 但是远近的时候 谁先走也是不知道的 你心中常常知道 一切法不是真的会变的 你的心比较有弹性 否则你一碰到无常的时候 或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你的心完全就崩溃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有忧郁症 突然发生一场事情 它就呆掉了 那就是什么 因为你期待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 而且永恒不变 这才是你轮回痛苦的根 了解吗 好 今天结束了 然后我们念回向文 只要念一句就可以了 好 请 先不用拍掌 请翻开讲义 第八十九页 空性的教法我还没有讲完 我明天还会讲 还有讲故事 然后呢 我才会讲人道 观世音菩萨怎么度人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要学般若般若密 很重要 请看八十九页 第三行 第六颂 我此谱贤书圣行 这四句一起念 请合掌 心定下来 不要急 所有回向文的功德 不管长短 力量都是很大 一起念 我此谱贤书圣行 我此谱贤书圣行 无边胜负皆回向 不愿成立诸众生 数我无量光佛差 好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